Hello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Colourpop Collection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我的影片 都會知道我是不太喜歡Colourpop的 因為我會覺得它之前推出的產品我全部都不喜歡 但因為它最近推出了Liquid Lipsix 還有一些Pressed Eyeshadow Powder 所以我是超級喜歡 所以我就想和大家分享我現在很喜歡的collection 還有一些推薦的產品想和大家分享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就看下去吧 好 首先我們就由我最遠古買的開始講起先 其實就是這三粒的產品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一條雷品片 我也有說過給大家聽我是不喜歡它們的 因為我覺得它們一開始打開的方式是極度麻煩 因為要不斷扭出來之後又扭回去 所以我是沒有進入它們這個版本的Eye Shadow 因為我心想我每一粒都要扭開它才使用 所以我就留一輩子 我化妝的時間就是很長 所以我就完全沒有進入 雖然人們說得多正、多可愛、手感多好 我都沒有進入 另外我只是進入了這三粒 還有有三支那隻Lippo 但是那三支產品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因為它是有一股很重的雲呢拿味 我真的接受不了 所以我送給我的朋友了 然後這三粒就剩下的 我覺得都可以留來保持你 繼續之後看看想用的時候就用了 其實這三粒裡面就有一個highlight 以及兩個blush的 我自己的質感是敏敏的 所以之後都沒有再進入這個 除了一粒 就是這粒了 這粒就是它們新出的highlight 其實它是超級閃的 而且它是藍閃的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它是超漂亮 超漂亮 它是沒有這個壓紋的 但是它就是現在 因為我是叫做新的 所以它是超級滑的 雖然它這一種藍閃 其實不是每一個都用得到 不過因為我實在太喜歡藍色 所以我看到藍色閃放 我就真的忍不住買了 希望它不要那麼快乾 我真的覺得它很漂亮 這四粒已經是我的colourpop collection 裡面的圓圓圓圓的東西 已經只有四粒 我只有四粒 我自己最喜歡的colourpop產品 其實就是這十二粒的pressed up eyeshadow 其實它們就是colourpop最近最新的產品 我現在逐個逐個和大家講解一下 這兩盒裡面 我們首先說了紅色這一盒 第一隻hear me out 其實它是一隻matte色的粉白色 第二隻叫做wake up call 其實它也是matte色的 就是暖一點的淺啡色 第三隻hear me out 就是一隻閃的深粉紅色 這隻叫做get out 其實它是一隻matte色的 但會冷色調少少少的萬月梅色 這隻叫做cute alert 其實它是一隻matte色的深酒紅色 好像不太配這個名字 第一隻叫做let me explain 其實它是一隻閃的橡牙白色 第二隻叫做just in time 其實它有少少珠光效果的淺金色 第三隻是超美的come out and get it 其實它是閃的玫瑰金色 這隻叫stay golden 其實它是matte色的紅莓色 我自己很喜歡這隻 最後一顆紅色系的叫做popular demand 告訴你這顆專紅色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 紅色系的就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來看看黃色系的是怎樣 這顆叫做paper tiger 其實它是一隻matte色的芥末黃色 最後一顆叫mini 其實是之前推出的限定顏色 其實大概是一種古銅色 不過現在已經不能買了 其實入手這12顆眼影 我自己是非常之喜歡的 因為它們是一點都不飛粉 而且是非常顯色的 大家會發現 其實我入手的是一個紅色和黃色的 我其實是沒有怎樣有這些黃色的眼影 所以我才入手了兩顆來試試 然後我發現其實打到我的下眼是非常漂亮 而且整個眼影是很pop out的 所以我是很喜歡的 其實跟大家說 它買的時候 其實每四顆 它就會送一盒四色的眼影盤 我自己就因為買得太多的關係 而且我覺得如果要分三盒離開 我就會很麻煩 正正因為我經常都怕麻煩 所以我會把面子的海綿拔出來 然後它就已經可以放十顆眼影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放 嘩 多方便 多漂亮 所以我自己覺得它是很划算 而且它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Colourpop的眼影 一時時會有這個顏色 可能過一會就會斷貨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有喜歡的顏色 一定要入手 第二條我自己很喜歡的Colourpop的眼影 就是它們的Liquid Lipstick 其實它們一共有四條眼影 分別是Matte Satin Glossy 和Metalic 但我自己就只是入手了Matte Satin 和Metalic 因為我自己不是很喜歡Glossy的感覺 因為我的嘴比較厚 再塗Glossy就像Mahyun腸一樣 我就不太喜歡 我現在就逐一支Swatch給大家看看是怎樣的樣子 我其實就一共入手了7支Liquid Lipstick 首先我們就由Satin Finish開始說起先 第一支就是Echo Part 我自己很喜歡它 它是一支Peachy Nude 但它絕對不會顯病 第二支叫November 它是一支深一點的粉紅色 第三支叫Barracuda 它是一支很深色的玫瑰色 然後到Matte Finish 首先第一支叫More Better 它是一支很深色的酒紅色 第二支叫Notion 它是一支深的紅莓色 然後到Metalic 首先第一支叫Mugshot 它是一支酒紅色大閃粉的顏色 最後一支叫Queen 它是一支紅色大金閃粉的 在聖誕節用它是非常有氣氛的 最後一支大合照給大家看看 其實這麼多顏色 我相信大家都會知道 我最喜歡的一定是Satin Finish 裡面的November和Echo Park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Matte 但它沒有Matte質感那麼乾 而且兩支都算是Nude Day的顏色 是非常容易配襯的 而我今天的嘴是用了November這個顏色 你會看到我雖然眼睛比較濃 但用November這個顏色 其實嘴都會很飽 不會整個妝很濃烈的感覺 所以我自己這兩支顏色是特別推薦給大家 其他的顏色因為會比較深色一點 所以可能在一些特別的 或者聖誕節的時候我才會用到 其實我覺得Colourpop的Liquid Lipstick 它是真的非常划算的 一來它便宜 又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雖然它其實有一些顏色 可能只是短期內有 很快就沒有限定版 但是我自己覺得以它的價錢 其實它做到這個效果 都是非常好的 最重要是什麼 它是沒有我之前最不喜歡 Colourpop Lippo那種 它是完全沒有的 它甚至沒有那種藥廠的味道 因為我知道Kylie Cosmetics的Liquid Lipstick 是有很嚴重的藥廠味 所以我自己是沒有入手的 我只是問過我朋友那支 所以我非常喜歡Colourpop的方法 和它浸氣味的 但是它也有不好的東西 第一 它會化一化之後 就會化開了 這件事我在上一條影片也有跟大家說過 第二 它MATALIC的這條線 是非常難射的 就算我塗了潤唇膏 上打底 也是很難射的 而且會刷到嘴唇很痛 因為它有一些閃粉在裡面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一定要塗很厚的潤唇膏 然後再上這個MATALIC的顏色 做打底 我自己都覺得是非常滿意 Colourpop的Liquid Lipstick 甚至我每天的基礎 都會用這兩支來做 可能是2個的Liquid Lipstick 其實我也有其他不同的Liquid Lipstick 例如Cat Von D 或者Jeffree Star 我自己覺得以便宜來說 最好最划算是Colourpop的 所以我都很建議大家入手 特別是set and finish 非常之推薦 最後想和大家說的就是購買方法 其實Colourpop每50美金 就已經可以有free international shipping 所以如果不想麻煩代購的話 都可以自己和朋友夾來買 以上我所說的每一個適合 我都會在下面info box 重點的適合我都會打升 真的非常之推薦大家去買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LIKE我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